今天正好是在我录制的 今天正好是中秋节 那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而且今天这个中秋节 我竟然收到了一个鸭肉馅月饼 全聚哲的 吃起来还不错 然后我今天中午还吃了 藤椒牛肉的月饼 吃起来感觉反正是怪怪的 它不像是月饼 第一个开箱应该是在网上买的一个榴莲饼 这个我好像是在河马那边见到过 但没有买 在网上买的时候它比较便宜 其实四个 但是吃起来的时候 可能跟我之前吃的榴莲饼不太一样 而且只有四个 还没长出物体道来就已经吃完了 然后第二个这个 是我中奖的那个奖品 就是我一直在买的 Kimber家的一个手账本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抽奖的那个 然后他们送的这个手账本 哎真的等了好久好久好久 终于等到了 而且我拿到这个手账本的时候 他们家客服跟我说 这一个款式的已经没有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不过 我现在就一直到现在 目前还没有拆开 因为确实是不舍得拆开 然后这个是 应该是我买的一个柠檬的鸭掌 其实我看淘宝直播的话 他们有很多主播 一直在推荐那个 他们家特别辣的那个 关键是那个太辣了 所以我就买的是这个 其实价钱差不了多少 应该也就差了两三块钱吧 柠檬的这个可能稍微来讲 没有那么辣 但是还是有一点辣 而且这一包里面好像 我记得也没有多少个五六克吧 也就糖的新鲜 然后这个也是拆开之后 拿到单位取分的橙色 接下来的这个是 我买的那个装水粉颜料的 那个颜料盒 这个真的是 我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 这个里面它能装多少个 这个小格子 然后我看它固定的是 它说是默认是12个配套的 结果呢 我后来发现 我装的时候并没有装满 一共可能还差了大概好几行吧 就大概装了一半吧 因为它中间这一块空的 其实也是可以装的 然后我就去看我的那个淘宝的那个订单 它默认是12个 结果这个客服其实给我发了14个 结果到最后我又拍了20个 后来发现它这个里面其实一共总容量是20个 气死我了 真的好生气 我早知道我就看清楚数清楚了 然后这个 我目前还看不出来这个我买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格子 它真的是给我发了14个 它其实它也没有告诉我本身是应该多少个 然后我就想它一个默认的应该是能装满的吧 结果确实它装不满 但是呢 也不能怪人家 因为毕竟人家还给我发了两个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一个无线的耳机 我其实一直都不觉得无线耳机有多方便 直到我有一次做了收场通规的时候 然后在下车刷卡的时候 然后无线把耳机蹬掉了 结果那个耳机就不小心挂到了我的腿上 之后我就下决心 我一定要买一个又便宜又好用的耳机 就挑中了这个 它真的手感来说的话 那个盒子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充耳机垫的一个盒子 一个充电仓 然后这个耳机它也是 我一直很喜欢用这种半入耳式的 我不喜欢用那个胶的那个 有一点堵 因为我耳朵可能比较小 我觉得有点堵 这个就是那种半入耳式的那种耳机 而且它也不贵 我买的时候才不到200块钱 真的确实很便宜 当然可能对于学生朋友们来说 有一点点的贵 不过就是在这种价位里面 真的就是蛮平均的了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椰汁 我之前很喜欢喝那个椰树的椰汁 但是那个它里面毕竟加了糖嘛 不太好 然后就买了这个 我之前在河马上面 河马里面买过一瓶那种椰汁 蛮贵的 6块多7块多吧 我忘了多少钱了 不太好喝 真的不太好喝 然后它那个 我看那个瓶子上写的就是那种 不经过处理的那种椰汁 真的 有一点点的 跟我想象的那种椰汁不太一样 主要是不太一样 也就算了 它好喝也行 可是它又贵又不好喝 然后我还是跑到了河马线下的超市去买的 当我喝到那个第一口的时候 我就断定了 好像不太值 还不如我去买椰树的那个椰汁呢 最后这一个是我买的这种网格的活叶纸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那种横线的 直到我发现了这一个网格的这种 活叶的这种椰汁 哇 真的 非常方便 好了 今天这一个开箱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终于快乐